室友未经我同意 擅自动了男朋友给我点的奶茶 他拿起那杯红豆奶茶笑盈盈的看向我 将知你男朋友好大方啊 每次给你买奶茶还给我们带一杯 我质问男朋友为什么每次都点四杯 还恰巧总是有一杯红豆味的 他的微信名不断变成正在输入中 最终憋出一句 别闹 我对他们大方点 他们也会多照顾你一些 我转头看向正在自拍的室友 没错 爱喝红豆奶茶的不是我 而是我的室友 室友尤加利毫不见外的拿起男朋友张朝 给我点的四杯奶茶 一份给我其他两个室友 还有两杯 大家别客气 自然倒像是他男朋友买来的 说完他自己留下了那杯红豆味的 其他两个室友有些尴尬的看了我一眼 最终只能硬喝着说 这只你男朋友人真好 谢谢啊 尤加利听他们两人这么说 拿着奶茶的手一顿 他走过来将最后一杯茉莉奶茶放在我桌上 脸上的表情有些不甘 那你爱的茉莉 你看 无论是买奶茶的张朝 还是尤加利 他们其实都知道 我不爱喝红豆奶茶 那么这杯必不可少的红豆奶茶 是为谁准备的呢 我看了一眼 坐在那拿着奶茶自拍的尤加利 他挑了好几个角度 拍了很多张 又精心的辟了很久 最终发了出去 然后像是怀春少女般 期待对面的回复 见他这样 我打个微信视频给张朝 那边秒接 喂 宝宝怎么了 奶茶好喝吗 他的声音传出来的时候 旁边的尤加利明显愣了一下 我不爱喝红豆的 很甜意很恶心 下次不要买了 对面的男朋友欣然答应 好好都听你的 他拿着手机的手 瞬间攥紧 没多久将手机重重的 拍在桌上 我一边视频 一边惊讶 怎么了莉莉 是等不到谁的消息生气了吗 尤加利皮笑若不笑的摇头 不再理我 那天因为这杯红豆奶茶 我闹了很久 声音不小 刚好够他听见 张朝哄了我很久 对床的尤加利也安静了很久 直到我挂断电话 他那里才传来轻微的打字音 和断断续续的抽气声 我和张朝大姨就在一起了 是他追的我 他说军训时那么多女孩子 他只看见了我 我正是情斗初开始 加上张朝长得也帅 对女孩子大方体贴 我们便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 第一次带室友见他时 所有人都在夸张朝 只有由加利挽住我的手 轻轻说 芝芝 长得帅的男人不好搞 你别被他炸了 那时我单纯 只觉得他是在善意提醒我 于是我点点头 男人哪有姐妹重要 可后来每一次的见面 他的目光总是有意无意的 缠绕在张朝身上的时候 我在迟钝 也察觉出了不对 我和张朝在食堂吃饭时 他总会主动过来和我坐 坐在张朝的对面 我的身边 聊起天来 他会自然地看向他 就连上课时 他也会以室友都是 坐在一起的为理由 永远坐在我身边 他的喜欢明目张胆 从未掩藏 但好在张朝有分寸 他的手机我可以随便看 二人也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 我放下心来 全当是由加利一厢情愿 可后来难得的二人世界 总是会莫名其妙变成三人形 他点的奶茶 总是有一杯他爱的口味 甚至在我发脾气质问他的时候 小心眼的人反而成了我 只只别闹 我对他们大方点 他们也会多照顾你一些 他没什么朋友 你们一起玩不好吗 别把别人想得那么坏 我才渐渐意识到 原来一个人的一厢情愿 能坚持这么久 是因为有人给了回应 晚上张朝拒绝了 我看电影的建议 他说外面雨下的太大了 改天再看 他说的是事实 我只好同意 于是他和室友去打舞排 我在寝室看电影 尤加利匆匆赶回寝室时 身上一片狼藉 看样子是淋了雨 他连个热水早都来不及冲 身上的水也没有擦 坐下就打开手机登上游戏 出于好心 我还是开口关心了一下 莉莉 你这样会感冒的 他笑了笑 头也没回 没事 我站队里约了舞排 等不及了 他戴上耳机 我听不见对面的人是谁 只能听见他频频传来的笑声 开心又甜蜜 我不会打游戏 但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张朝的寝室四个人 打舞排 多出来的位置是谁呢 我给他发了几条消息 都没有回 以前他打游戏回的 暗示常有的事 可现在 我却有些怀疑 尤加利那边似乎中场休息 他抽空去了洗手间 我假装接水路过 看了一眼他未吸瓶的手机 可就这一眼 我的呼吸有一瞬间都停止了 尤加利的游戏昵称 单字一个目 而张朝因为嫌麻烦 向来是以自己的名字 直接做昵称 招募招募 这是个再明显不过的情侣ID 此刻 淋了雨的人似乎不是他 而是我 尤加利出来实践我愣神 他看了一眼手机 又看了一眼我 怎么了 他的眼里甚至有些得意的神色 原来他根本不怕我发现 甚至希望我早点戳穿他 好让他光明正大的去追张朝 既然这样 我偏不如他的意 我冷静下来 决定好好陪他们玩一玩 这时 我的手机震动 张朝回了消息 怎么了 芝芝刚在打游戏没听见 我给他打了电话 我心情不好 出来陪我吧 对面的张朝油油郁郁 可是很晚了 而且我游戏还没打完 游戏有我重要吗 我直接打断了他 他没有再拒绝 临走前 我看像坐在那一言不发的游戈里 他还在看着刚刚的游戏界面 兴许是在回忆田立五牌吧 不用给我留门啊 他的背影明显有些僵硬 只要我开口 被丢下的永远是他 第二天一早我回去时 游戈里不在 他的垃圾桶里 却有一部四分五裂的手机 我笑了一下 看来昨晚他气坏了 在这个寝室 大家一直都以为 他的家庭条件最好 而他也从不掩饰自己的公主脾气 但我却知道 他的条件 也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无霸了 我曾经切尔听见他打电话 跟家里抱怨生活费不够 很多时候 有些消费也是打肿脸充胖子 相反我从一开始 就秉承我妈的理念 在外不轻易漏腹 他们都以为是张朝 花在我身上的钱多 但我给他的更多 他甚至跟我说 毕业后需要能进我爸的公司 他跟我在一起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的条件 但我不介意 这是我的资本 我花了钱 买了一个全皮肤的满级游戏账号 还起人打了两个 最热门的英雄国标 当我顶着这个号 进了张朝的游戏战队时 果不其然 在里面看见了尤加利 甚至还有张朝的四个室友 我不由得觉得恶心 他们平日里见着我叫嫂子 背地里在游戏上 或许也是这么叫她的 朝 欢迎新人 这是来的个富佗呀 她知道 我从不打游戏 也不会怀疑到我头上 战队里很多人都出来欢迎 唯独没有尤加利 我轻飘飘地在群里发了一句 需要赞助吗 尤加利这时才出来回话 穆 赞助需要不少钱 姐妹你考虑一下吧 拿不出来 不要硬撑 底下的人纷纷硬喝 跟着她骂我装 她来尤加利在群里的号召力还可以 支 不用考虑了 一个月五W够吗 我直接甩了给队长转账的记录 群里一时炸开了锅 没有人再来质疑我 反而开始围绕着我 聊起了新话题 九九家的消息里 再没有一条是关于她的 我瞬间从群里的新人 进阶为战队里重心捧月的副队 甚至队长说 她的位置也可以让给我挂个虚名 而在里面混了很久 忙前忙后的尤加利 只是个管理而已 张朝很快发现我不怎么会玩游戏 是个纯粹的人民币玩家 于是她经常带着我双排 教我一些基础操作 群里人都在调侃 说她有了新人忘了救人 张朝还没来得及说话 尤加利在群里酸溜溜的说 没事的 我们只是游戏CP而已 又不是真情侣 我坐在寝室看着这句话 差点笑出声 原来她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她坐在旁边 等着张朝出来反驳 可她只是发了个 无关痛痒的表情包 转头就下线 带我出去吃火锅了 无论游戏还是现实 她再怎么追在张朝身后 我只要勾勾手指 她依旧是我的狗 可这条狗 我也不想要了 看着她给我烫菜 倒水 拿包 我只觉得恶心 张朝 你觉得尤加利怎么样 她拿筷子的手一顿 笑得勉强 怎么提起她了 我叹了口气 懒得跟她兜圈子 你知道她喜欢你吧 而且你也不抗拒 她放下筷子 眼里都是恳求的意味 知知 我跟她什么都没有 真的 我拿出游戏里 他们的情侣名字截图 抱起手看着她 她慌了神 姐姐巴巴开始解释 你知道的 我一直叫这个 是她主动改的 我现在就改名字 她甚至不敢问一句 哪里来的截图 那天由加利在上线时 张朝的游戏 ID已经变成了我的名字 群里人都在问怎么回事 招募只剩下一个 她显而易见成了笑话 一句话说不出来 我回寝室时 她气急败坏地 拿出手机质问我 这个是你的小号吧 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花那么多钱何必呢 张朝默认了我的所作所为 她一点都不在乎你的感受 她给我点奶茶 陪我打游戏 她要是真爱你 怎么会允许我靠近 我劝你早点退出 不要花那么多钱 到最后欠一屁股债 男人也没了 生死历劫 她不自觉红了眼眶 我觉得有些可怜 为了一个把她当消遣的男人 到这时候了 还在嘴硬 你要是真喜欢 她一个答案 那边还没开口 我直接问 张朝 我的室友喜欢你 你怎么说 我看着她一脸期待的样子 觉得可笑 她既然真的以为 无聊的时候打打游戏 可以证明 张朝对她也有感情 可显然 男人有时候最不在意的 就是感情 张朝慢悠悠开口 她是什么东西 放心知知 我对你死心塌地 我直接挂了 没再听她废话 对面的尤加利 眼泪控制不住地掉 可她的眼神 透露出她的不甘 不用不甘心 你本来不用跟我比 却非要把自己 变成一个跳梁小丑 从入学以来 她就把我当作假想敌 我穿的衣服 用的化妆品 她都要一样的 到后来连我的男朋友 她也想要一样的 她狠狠抹掉眼泪 瞪着我 将之 不要以为你赢了 一个男人而已 没什么了不起 砰的一声 她甩上门走了 我无奈极了 原来她还知道啊 那还上赶着犯件干什么 张朝那边我说了分手 不过她还是不死心 天天上课下课都在等我 而我开始专注于自己的学业 准备竞争学生会主席 只是尤嘉丽 却像是我的二重申 走到哪里跟到哪里 她也递交了申请书 为了和学生会的人 处好关系 我经常给他们点下午茶 有时候也请他们吃夜宵 搞团建活动 一来二去也花了不少钱 尤嘉丽跟着我的动作 开始渐渐大起来 我多次听见她打电话 跟家里要钱 但总是以不欢而散收场 但最近 她的手头又宽裕起来 我有些奇怪 多嘴问了一句 她就阴阳怪气的嘲讽我 不要以为所有人 都和你一样在乎钱 这点钱 就是从我指缝里 露出去的零花钱罢了 学生会主席那个位置 我势在必得 你最好不要多事 我听话的不再多事 可没过多久 一个陌生电话 打到了我这里 搞笑原代的 电话那头男人 粗声粗气的威胁我 说尤嘉丽再还不上钱 就把他的裸照发出去 我相信尤嘉丽 肯定不至于留我的号码给他们 但电话能打到我这 估计其他地方也打遍了 我万万没想到 为了隔应我 他的胆子这么大 连裸照都敢拍 晚上他回来时 头发凌乱 衣服看上去脏兮兮的 整个人很低落 催债的打到我这里来了 我淡淡开口 他站在原地 很久才开口 不用你管 我当然不管 转手就将这件事 告诉了辅导员 这不是一件小事 他的父母被叫到了学校来 那天在学院大楼 围观的人很多 好多男生聚在楼下 说是放贷的 发了一小部分照片出来了 嘖嘖嘖 由嘉丽那照片你们看了吗 其实也没啥 大尺度的还没发呢 你小子变态吧 怕不是会花钱买他照片 张朝呢 之前不是和他不清不楚的 现在庆幸吧 还是将之好 差点上贼船 我看向张朝 他迅速撇清关系 知知我可没看啊 之前是他产弱打游戏 我就跟他玩玩 别的真没什么 我吃笑一声 这是由嘉丽跟着父母出来了 他走到张朝面前 哭得梨花带雨 张朝 我真的没有拍 都是那些人瞎说的 张朝连连后退 别了姐姐 不用跟我解释 生怕扯上关系 他的父母见状 直接过来给了他一巴掌 揪了他的头发破口大骂 你还要不要脸 送你来上学 你在这搞些不三不四的东西 你借的那些钱 到哪去了 是不是都给这个男人花了 更粗俗的话语 不断传进我的耳朵 我听得眉头紧簇 看来由嘉丽的家庭 比我想的还要复杂 我转身想走 由嘉丽却推开父母 冲到我面前 伸手就要打我 我说了自己能解决不要多事 你为什么非要犯件告诉导员 就那么怕我比你成功 张朝看着他高高扬起的手 冲过来将他推倒 挡在我面前 尤嘉丽 你发什么疯 我一脸震惊 甚至怀疑他得了被害妄想症 他跌坐在地上 泪水混着粉底 在他脸上留下两道白痕 狼狈至极 张朝 你怎么这么对我 你之前明明不是这样的 场面一度很混乱 我轻了轻嗓子 让所有人安静下来 转身走向尤嘉丽 抬起他下巴 一字一句开口 尤嘉丽 我家是开公司的 你以为的那些大花销 真的就是我的零花钱 你跟我比什么呢 至于张朝 我已经不要他了 可他还是看不上你啊 你喜欢跟我比 可我眼里 从来没有你啊 更别说怕你比我过得好 你要是真有被害妄想症 我可以给你点钱去看看脑子 他发了风势的摇头 怎么可能 从开学到现在 你的吃穿用度 看起来也就那样 根本不像是有钱人甲的 我拿出包里 我爸新给我买的车的车钥匙 在他面前晃了晃 其实对我爸来说不贵 就大几十万 但我觉得 对我一个学生来说 挺贵的 我妈也说不要太招摇 免得别人乱传声奇怪的话 所以我从来没有开到学校来 她认得这个车牌 之前学校门口停了一辆 有个女生从上面下来 那时她阴阳怪气的跟我说 也不知道用什么换的 尤嘉丽彻底泄了气 她的父母先丢人 早就离开了 留下她一个人 在这舆论中心 围观的人不少 很多都拿出了手机拍照录像 大学校园里 总少不了一些奇葩的挂 尤嘉丽也太不要脸了 人家那么有钱 谁会跟她一般见识 就是啊 而且她还勾引张朝 我都看出来了 也就是将之懒的计较 要是我早就发到学校表白墙 让她没脸见人了 我看着那些人 并不觉得极其 包括张朝的室友 他们早就知道 她跟张朝背地里 天天一起打游戏 甚至还陪着一起玩 但却没有一个人过来 跟我说过这件事 所有人都在默认她的行为 既不得罪她 也不得罪我 现在强岛中人推 一个个倒是站出来落井下石 我转身离开 不想跟这群人 再有过多牵扯 张朝在我身后追上来 一直跟着 我忍无可忍 回头给了她一耳光 她像是没了脾气 拉着我的手跪下 宝贝你有气 尽管冲着我来 是我做错了 我不该跟她打游戏 也不该想着 你们都是室友 还给她买奶茶 我被她气笑了 拿出我的小号 摆在她面前 你说你们只是打打游戏 其他真没什么 你跟她在网上 都是公开的情侣了 还没有什么 两个女朋友 怎么没把你爽死 你个不恶心啊张朝 她正愣在原地 半天才开口 游戏里的怎么能当真 证据确凿 我本以为她无话可说 没想到她还能狡辩 尤家丽别的不行 有句话却没说错 张朝确实是个十足的渣男 当初瞎了眼 我才能看上她 我推开她的手 我警告你 我们分手了 我成功当上了学生会主席 也许有其他原因 总之那些不员们 知道了我的家庭背景后 对我比以前更热络了 一有活动要举办 就让我去找我爸要赞助 但我并不想 什么都打着家里的旗号 不然也不会让游家丽误会了 我拒绝了很多次 想着带着不员们认真做策划 也能拉到赞助 久而久之 学生会里也渐渐传出来 我是假千金的风声 那天开会我最后一个道 在门外就听见了我的名字 将之看来也是假的 家里根本没有什么背景吧 每次都不同意 就是啊 天天逼着我们做PPT 写方案 她能直接拉到赞助干嘛压榨我们 学生会不就是玩了而已吗 我都累死了 你们不知道那天半夜 她喊给我发消息让我改PPT呢 自己怎么不改啊 我推开门 那天半夜让你改 是因为你白天出去蹦迪 导致耽误了原本的进度 而且是你自己非要负责PPT的 那个女生脸胀得通红 我看了她一眼 淡淡的补了一句 主要是你也做不了别的 让你跟陌生人沟通 你连话都说不出来 背后说人坏话 被当场戳穿 气氛一下子有些尴尬 尤家丽就在这时 推开会议室的门走了进来 要不我去拉赞助吧 姜之好像很没难呢 也别带着大家那么辛苦了 她笑呵呵的走过来 挽着我的手臂 之前的事就像是没发生过 她请了一个月的假 就能像个没事人一样 回来上学 不得不说我还有点佩服 脸皮后果然 在哪都能活得下去 我轻轻抽走自己的手 瞥了她一眼 你要有本事就去吧 尤家丽别的本事没有 但多少有几分姿色 不然张朝也不会享受着她的追捧 所以她拉的赞助 应该问题不大 她呵呵笑起来 我早就联系好了 旺叔实业 明天大家一起去吧 应该会很顺利哦 旺叔实业 我下意识皱了下眉 被她看在眼里 她的笑意更深了 怎么了 姜之 你该不会说 这就是你家的公司吧 我查过了哦 老板姓蔡 单身未婚 貌似不太可能有你 这么大的闺女呢 几个人听了她的话 嘴角都忍不住扯了扯 看来是准备看我笑话了 我叹了口气 就按照你的安排走 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 隔日在旺叔实业门口 有家丽在我身后轻轻一推 你去前台登记吧 我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顺从的走了进去 你好 请问有预约吗 前台小姐姐看着我 很有礼貌 但她确实不认识我 尤家丽从背后走上前来 一脸惊讶 哎呀 你不认识你们老板的女儿吗 前台一脸茫然 我们老板女儿 我们老板才三十岁 而且好像还没结婚 将之 骗骗我们就得了 别把自己也骗了 我来吧 我叫尤家丽 跟蔡总有过预约的 麻烦你帮我登记一下 好的 前台打了电话上去 蔡总在办公室 你们直接去十七楼 几个人笑着拥着 尤家丽去等电梯了 你好厉害呀 这怎么约上的呀 这家之前将之就没同意 还是被你给办成了 我慢慢走在后面 想了好久没来 新来的前台不认识我也正常 刚出电梯 尤家丽就大叫一声 蔡总 我跟你约过的 你还记得吗 西装革履的男人脚步匆匆 似乎准备去开会 不好意思 我现在有事 我站在后面 他隔着人群 差点没看见我 见到我他突然停下 一脸惊喜 芝芝 你怎么来了 等一下会先不开了 尤家丽迟疑的看向我 你们认识 我哥笑着过来搂住我 这是我妹妹啊 亲的 不然我干嘛同意你的预约 还不是因为你们一个学校的 我坐在我哥办公室 跟他说明了来意 好啊 没问题 这点小事 你在家怎么不说 还带着你同学大老远 跑过来一趟 他看了看手上的腕表 我余光披荐 尤家丽眼都直了 那是我妈今天送她的生日礼物 百达斐力的新款 我妈说男人三十了 可以开始玩表了 之前她总说 这是中年男人才玩的 那芝芝 你带同学们坐一会儿 我先开会 我恩了一声 对面几人笑得尴尬 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 我想了想 他们之前捧高踩低的嘴脸 有些好笑 由家里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芝芝 你跟你哥 怎么不是一个姓 是不是不是亲哥 我面无表情 哦 我跟我妈姓 他跟我爸姓 很奇怪吗 你的调查做不到位啊 我妈叫姜旺叔 你但凡多花点心思 也不至于丢这么个人 其实也不是 我妈这人就是低调 基本上网络上 没什么关于她的内容 我爸有段时间 都被认为是圈内的黄金单身汉 尤家丽无话可说 冷着脸坐在一边 其他几个这时 都坐到我身边来 芝芝 这次多亏了你 不然也不会这么顺利 是啊 要是光凭我们 可能都见不到你哥的面 我冷冷一笑 可你们刚刚还说 我办不成了事 被尤家丽办到了呢 这么会见风使舵 要不要买条船给你们开开啊 既然都开成不公了 我也懒得给他们留面子 说话也不用再考虑他们的感受 刘家丽显然还不服气 将知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 装成一副可怜小白花的样子 很有意思 那么有钱 跟我们这些普通人混在一起 是不是很有优越感 虽然很震惊她的逻辑 不过我想了想 还是可以理解 自尊心和嫉妒心作祟 估计她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说些什么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样 在人群中大叫我很有钱 还是在学校搞特殊 自己住单人寝室 可惜你做不到 我们之间的差距 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金钱 而是因为思想 她的脸色难看到极点 手中的策划方案被她攥紧 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 我哥拍着手走了进来 说得好 不愧是咱妈教出来的 我瞬间脸红 瞪了她一眼 被我哥听到 她又要回家讲给爸妈听 我都能想象到 三个人一起嘲笑 我在学校跟人欺负的画面 她转身看向尤家丽 同学们 盲目攀比可不好 还是要脚踏实地努力呀 去去去 哥你才三十岁 这么爱说脚 尤家丽听了她的话 更加生气 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亲着脸带着其他人 丢下我回学校了 我哥摸了摸我的头 我们吱吱在学校 好像被针对了 需不需要哥哥给你出出气 我摇摇头 没多大事 你别回家瞎说 我爸是女儿奴 要是他知道 尤家丽总在学校找我麻烦 估计还得闹到学校来 我可不想上了大学 还要找老师帮忙 隔天在寝室 见到尤家丽的时候 他正在收拾东西 这是要搬走的意思 他手机震动起来 我背对着他 都能感受到 他是故意大声说给我听 喂 张朝 嗯 你来接我 我马上收拾好了 张朝 我惊讶地看向他 他得意地冲我晃了晃手机 我们在一起了 搬出去一起住 我皱起眉 你就非他不可 他抱起手 笑了 什么意思啊 将之你别告诉我 你又守不得他了 可惜 他现在是我的男朋友 走了 祝我幸福 我看着他的背影 感受有些复杂 我当然不是后悔 跟张朝分手 而是觉得 之前张朝对他那么狠心 他居然还能转身 跟他在一起 缺爱到这种地步 已经是我不能理解的范畴了 我的手机有一条新消息 是张朝发来的 将之 只要你开口 我就甩了他给你出气 我快要被这两人逗乐了 难不成是把我当成 他们play的一环了 两个人在这周语打黄盖 还非得拉我当观众 本想直接删除 不顾出于好心 还是截了图 给尤加利发过去 没想到 弹出来一个红色感叹号 好好好 算我多管闲事 我删了消息 拉黑了张朝 之后每天在 我都能在学校见到这两人 不知是出于什么目的 总爱爱在我面前显眼 尤加利还去学校表白墙 投稿了他们甜蜜的游戏截图 我看着图上的两人 改回了招募的情侣名 还有粉色的情侣标 只觉得幼稚 很快就有人在帖子下面 戳穿了尤加利的小三世纪 还放出了时间线对比 还有当初他校园带事件的视频和照片 影响太差 他又到处找人删帖子 我忙着考研 有些远 我开始开车去学校 这天刚到学校门口 就看见张朝和尤加利 在学校大门口拉拉扯扯 似乎很不愉快 我坐在车里看完了整出戏 最后张朝丢下他走了 尤加利一个人站在那 眼睛都红了 我无意关心他们的感情生活 掉了头准备去车库 后视镜里却看见 尤加利像是没了骨头 直直地往后摔去 由于再三 我拉住一个围观的男生 将他抱上我的车 驶向医院 要是没有证人 没准他醒来 还要怪我多管闲事 在医院 我拿他的手机打给张朝 全部被挂了 最后直接关机 医生走出来 谁是小孩的父亲 孕妇的确疼了 以后最好随身带点糖 我 尤加利醒了过来 难得没有对我冷嘲热讽 张朝知道吗 他别过头 嘴硬道 他想要 我不想生 嗯 估计他是不是知道 我全看到了 张朝那个态度 要个屁呀 你还是找你爸妈过来 把孩子打了吧 别指望张朝了 尤加利强装镇定 眨眨眼把眼泪憋回去 不用你操心 OK 我仁至义尽 我拉着路人 一路开回学校 没过几天 我会寝室拿东西 碰见尤加利的父母 在楼下找人 哎 那个谁 你是莉莉室友吧 叫他下来 我指了指字移 看向他们 对 就是你 永母毫不客气地拉着我 去找宿管 这是他同学 我真是尤加利的嘛 我皱着没推开他 阿姨 他搬出去了 什么 他妈拉着我不让走 非要我一起等尤加利过来 没过多久 你说什么 谁允许你搬出去了 该不会和男人同居去了吧 尤加利和他妈吵得不可开交 引起了整个宿舍楼的围观 我赶紧上去拿了东西 下楼时碰见了张朝 他向我走了几步 似乎有话要说 别 张朝 你赶快去看看尤加利 是男人 你就负点责 我没给他开口的机会 急急忙忙就走了 我的线上直播课 马上就要开始了 比起伦理大戏 我还不如看看书长点脑子 等我下课的时候 果不其然 有同学拍了视频到处传 画面里尤加利在哭 张朝站在一旁挨揍 他妈妈坐在地上 一边哭一边叫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 女儿肚子都被搞大了 你这小不要脸的 还不肯负责 身边的同学见我在看这个 也凑了过来 这女的这回射死了 怎么有个这种妈和男朋友啊 我静静地看着 没有评价 路是他自己选的 现在哭也来不及了 考研成绩出来那天 我妈都坏了 他骄傲地看着我爸 看吧 这只可以的 就你一天天的 非要送他出国 国内哪里不好了 我爸很是无奈 不过还是认可了我的努力 没有了升学压力 我很快完成了论文出稿 去学校交稿那天 尤加利刚好从学院办公室出来 他的肚子已经很大了 不过脸色却很苍白 看起来过得并不是很好 我目不斜视地从他身边路过 没想到他会跟我搭话 将知 你赢了 我惊讶转身 他已经走远了 听导员说 他退学了 回家结婚吗 导员摇摇头 没人知道 拍毕业照那天 我穿着学士服 站在学校门口 想起了大学开学第一天 四个素不相识的女孩 初次见面的场景 简单 单纯 人生家庭对人的影响 伴随一声 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而有的人 似乎已经一眼看到了头